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南方水多水湿 然后呢温度高湿润 如果一旦雕刻的话时间长了 他就没办法没办法了 北方为什么不多雕刻呢 因为北方天气太冷 一旦雕刻 他就回程形成一个挂裂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个呢 其实你参观中国任何的一个府邸 其实都差不多 门口中一棵树 这什么树啊 这什么树啊 我同天给你们讲的这么什么树 有钱人家种什么树啊 有钱人家种什么树啊 白眼树 白树也种 白树 白树 那这棵树是什么树啊 这是白树 这棵树是什么树啊 不用问了 这个肯定是什么树 知道了吧 这棵树为什么种在这个位置上 这棵树啊 那个那个 那个是蜂巢啊 那个那个是那个那个啊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这棵树树 为什么我们家要在这个地方种树树啊 这个地方树 是招牌的 第二个呢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放一棵树在这个地方代表着我主人家里面的一个身份 那么第二个呢 其实也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的家的一个状态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现在看到那个照壁和壁影 看到了吧 这个照壁和壁影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它打杀了 哎 天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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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们 对 它 回来 来 你 乖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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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